3 2 1 Happy New Year 放拉炮 开心倒数 场面搞得像跨年一样 但这其实是纽约市的公立小学 睽違18个月重新开学 学生们终于开始了新的学年 为了迎接这一群还不能打疫苗的 12岁以下小孩 纽约市规定全校的成年人 都必须至少打一剂疫苗 全校师生必须戴口罩 另外纽约也评估 12到17岁的孩子 目前有三分之二已经打疫苗 只不过家长还是很担心 纽约市可说是在疫情蔓延之际 展开一场大胆实验 因为不止学童重返教室 市府公务员也要重新实体办公 但是很多人不开心 而拜登的疫苗强制令也到处踢铁板 强制医护和联邦员工都要打疫苗 但是纽约一间医院却爆出了医护辞职潮 这家医院内至少有13名医护还没打疫苗 干脆辞呈一丢 害得医院得暂停接生服务 还有像是麦当劳这类连锁餐厅 虽然是大企业 但是单间加盟店的员工通常不到50人 另外像Uber Lyft的司机还有外送员都算是外包的 也逃过了疫苗强制令 强制奖励都没用 倒是罚钱比较有用 每打疫苗每个月保险费就要加200美元 吓得员工赶快乖乖献出手臂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止打疫苗 还有要打几剂才会够 看看已经在打第三 甚至考虑要打第四剂的以色列 加强针真的有效吗 在Delta病毒成为了主流传染株之后 以色列开打第三剂 发现每10万人当中的染疫阳性率 重症死亡率都下降 但是在知名的医学期刊The Lancet 却有一群医学专家包含了两名前美国FDA的官员投书表明 他们认为对一般人而言没有必要打第三剂 而现有的研究数据也还没确实证明 疫苗对重症的保护力确实下降 而美国原定9月20号要开打辉瑞BNT第三剂的计划 也不确定是否受影响 但是现在美国平均每日新增167600例 全美ICU病床负载量超过八成 随着开学和进入秋冬季 疫情防控恐怕持续走在崩溃边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